佛说,破坏别人的家庭,不但会遭天遣,还会惹上巨大的因果。 欢迎来到佛口圣心的智慧世界,敬请关注我们,期待与您在佛口圣心的世界里,相遇,相识,相知。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老话,宁差十座庙,不差一桩婚,至今在一些地方,岁数大的人都会告诉你,破坏别人婚姻,会遭天遣。 破坏别人婚姻,看似只是破坏了一段关系,或者可以打住为了爱情不惜代价的幌子,但从根本讲,破坏的是天底间最根本的法则。 两个人能做夫妻,是在强大的因缘羁绊之下的产物,可能为了一世夫妻,两个灵魂等待了几百年,所以,破坏婚姻的行为会沾染上巨大的因果。 一般认为,破坏别人婚姻可能会有几种常见的报应。 破坏别人婚姻,有一天自己的婚姻也会被别人破坏,生出不太健康的孩子。 自己孩子日后的婚姻会遭到别人破坏,影响父母的婚姻,在下一世轮回中遭到爱情方面巨大的折磨或者惩罚。 万事万物皆是有因有缘而形成的,并不是无因无缘的。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的,婚姻的离合是由天定,人若是起心破坏别人的婚姻,这个罪孽就跟杀人相同了,必定会遭天前。 世间之人,造恶的人,和必要突然地丧失自己的天良,而去造下这个大孽啊。 至于夫妇本事和好,或是因为岳家贤女婿出身贫贱而生离间,或是公婆因为媳妇贫穷而听信谗言。 这又是贼杀亲人,比起用木棒和刀来杀,还要厉害得多了,这些都要引以为戒,至于嫌弃贫穷而毁婚,依持势力而强取,尤其是有害天理,唐氏法官逊私。 王曲帝裁判别人离婚,则是大损他的因德,必定会遭天前,这是法官应当要引以为戒的。 最容易犯的就是色欲,所以应当时刻警惕,如果遇到所谓婚外情姻缘的时候,只有制止才是真正彻底的了断,大家都好, 否则破坏别人的感情合家,这个因果很严重,这种因果报应有四种,一种是现实报,一种是未来报,一种是家报,一种是子孙报。 现实报,现在很多女人勾引别人有家庭的男人,然后跟他结婚,没有多久出现另外一个女人勾引自己的男人。 夫妻俩不能够玩具,同样,男人勾引有家女人,破坏别人的家庭,一样有恶报。 未来报,就是来世恶报,有些男女今世没有来得及破坏别人的家庭,比如,从小就父母死亡,遇到灾难,家破人亡,或者男女谈恋爱之中对象死亡,或有些结婚没有多久对方死亡,或找不到对象,或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人,或一辈子单身等没有完整家庭的,都是前世造的夜今世要恶报,今世造的很多夜,来世也要承担一切后果。 家共报,比如你勾引别人的女人,你破坏了别人的家庭。 你自己的一生跟家人不能够玩具,为什么现在二婚,三婚,四婚,甚至还有六七婚的人,这就是破坏别人家庭的恶性循环,这种家共造业影响到整个社会安宁,影响子孙后代成长的环境等。 你的恶习的果报到你的子孙后代,大家反思一下,父母偷情离婚的儿女,有多少能有一个完整的家,父母偷情离婚的儿女,百分之九十,都跟父母一样的果报。 另外,现在很多儿女找不到对象,或不愿意找对象,找到对象也不愿意结婚,结婚也不愿意生子,有些没有能力生子。 这些与父母不道德,有直接和间接有关系,有家共的恶报。家不和,你的所有愿望都很难实现,反而负面的压力和烦恼很多,而且你造的业落到你的子子孙孙,你的子子孙孙都会去破坏别人的家庭,这个恶果后患无穷。 有人问我,为什么做一次的恶业后果那么严重呢?我回答的是,如果你做一次恶业,没有去忏悔,你造的恶业每天都在增加,不管你是谁,破坏别人的家庭,恶报万倍,不管你是谁,调和别人的家庭,善报万倍。 红衣法师曾说,爱是慈悲。什么是慈悲?慈悲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,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,没有任何原因,目的,限度地对一个人,或者事情的关心,爱护,责任感,打着爱的旗号,其破坏别人婚姻,本身就是对爱这个世间最美好字眼的最大侮辱。 真正爱一个人,应该更多为这个人考虑,而不是像征服者,杀戮者一样,为了得到不惜手段。 佛学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观点,随喜,这是一个真正智慧的理念,更不要说,为了金钱,权势,名望等目的,去破坏或者利用别人的婚姻的行为了。 这就已经超过了破坏婚姻的果报的范围了,这是一个躁动的时代,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哲学,选择,其实哲学与选择本身并无对错,也无高低之分。 现在社会物欲横流,小三事件屡见不鲜,若单纯地以心理学角度来分析的话,恐怕难以使他们清醒,必须以冷水,因果,颇交之。 使其清醒,从而回头是岸,远离茫茫苦海。 遇到很多第三者插足者来求助,看到他们痛苦的表情,我也很无奈,因为他们有些陷得很深,难以自拔,我和他们都谈起了因果。 也就是说,因为他们犯错,导致日后承担果报、惩罚,这个惩罚有很多很多形式出现,像破财、血光、疾病、被勒索、灾难等等。 不但如此,他们还会被无休止的因果牵扯来生或者几世。 有人不懂,难道今生犯错,来世也会受到惩罚吗? 当然如此,我给他们解释因果,对方的妻子是无辜者,你今生既然欠下对方妻子的债,那么,你来世必须偿还,要是你来世还不完的话,那么就再来一世或者几世偿还,例如,某女破坏他人家庭,成为第三者。 那么,对方妻子是无辜者,来世他与对方妻子成为夫妻,对方成为男性,他仍为女性,被对方打骂,或者对方也拥有第三者,使其痛苦无比。 以偿还今世破坏人家家庭的业力,假如第三者拥有家庭,那么,他就会欠下自己丈夫的债,也就是说,自己丈夫无过错,而本人不忠于丈夫,爱情。 丈夫是无辜者,那么,来世他会偿还所欠下今生丈夫的感情债,不但如此,而且很有可能四个人来世还会牵缠在一起。 也就是说,作为第三者的小三,不但欠下丈夫的情感之债,还要偿还对方妻子的痛苦之债。 对方,男方,也是过错者,因为男人结婚后本该忠于家庭,到处沾花惹草者,就欠下妻子之情感债,也欠下对方,小三,丈夫之痛苦债。 那么,来世的话,小三与对方妻子结合,自己仍是女性,对方妻子则变为男性作为他的丈夫而打骂他。 小三来世受到打骂,以偿还今世所欠对方妻子之痛苦债。 来世,小三的丈夫还会与对方,男方,结合。 小三的丈夫仍为男性,对方则因为过错,包养小三,而来世变成女性。 与小三丈夫结合,而且会受到小三丈夫的打骂或者虐待。 以偿还今生所欠小三丈夫之痛苦债。 上面所举例,乃是因为四个人之感情纠葛,导致来世千禅不断,所谓因果循环不休。 此感情因果之债,就如一团乱麻缠绕在一起,无法解开。 所以我经常告诫一些人,欠什么债都好还,就是别欠感情之债。 因为感情债三世都难以偿还啊。 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,当第三者成了第二者,但日子往往越过越不好,抢来的爱情是有八九没有圆满的结局。 有人会说,出轨的男人不能要,因为出轨这种事情是会上瘾的。 也有人会说,这是报应,曾经你抢别人的,今日让你常常被抢的滋味。 老天永远是公平的,佛家是讲究因果报应的,那些曾经破坏了别人家庭的人,到最后也是会自己承受业障,很多年轻人不懂事,凭着自己的皮囊去勾引别人,然后介入他人的家庭,觉得自己是对方的真爱,造成了对方妻离子散,然后自己还洋洋,得意觉得自己魅力大。 后面才知道,因果报应,佛法教育我们了,要广结善缘。 利益一切人天大众,自然自身就能获得利益,不会让自身受到影响了,我们就能获得幸福了。 破坏婚姻确实是一件让人忌讳的事情,所以,最终这是一个归结为随缘的话题,如果你认同破坏婚姻并不是好事,那么你就更要珍惜自己的婚姻,也不去破坏别人的感情,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,随缘即可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或是觉得有趣的话,请分享给更多人看看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